我的公司 你不要吐槽我 我有一張也是股東啊 我們要股東去體驗一下 是不是個好公司呢 賣掉 老公老公 我可以不受控制了嗎 你還沒出門就不受控制 你看到了沒一定要花錢 可以刷卡嗎 可以啦是可以 那邊有香水 唉三年沒出過國的人 出國最棒的不就最怕嗎 屁啦這個還沒出國 好啦我們出境了是出國了 老公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熱田神宮 據說放有草梯件的地方 欸不是我光這樣看就覺得超美的耶 感覺超漂亮 裡面很多綠色隧道的感覺 嗯不錯 然後你是不是要說 所有的成功長得都差不多 沒有啦 那裡面應該不一樣 裡面不一樣 好 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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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我們看出來的感想吧 欸 欸 你覺得剛剛裡面那個怎麼樣 這不是那個嗎 恐怖劍的遊戲一定會有 欸不是 你不要這樣 你說存檔點是不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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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中 這是小包 這是真的 對啊 真的 這是最小的包 最小的 你剛剛說可愛可愛的那包 可是比那個 可是還是有點重 比公主要再大一點 對比公主要再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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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到旁邊 還是有一點點重量 一點點 這邊有重量啊 這才0.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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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拿不中的話 太慘了 太慘了 1.2公斤 正常的 嗯 逐漸六百嘛 哦 但是重心不一樣 這個重心比較靠錢 逐漸靠錢 所以逐漸好回 哦 所以想要來這個東西 單手拿一個很難 剩下什麼 二刀油 實在上很難 二刀油 就是你一手可以握 1.5公斤 應該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揮啊 你不是拿錢的手 這其實還要砍耶 對 你要砍嘛 這時候你要揮 我懂你說那個重心在上面 對 並不好揮 來來來來 來來來 自己找一個吧 2.67 8公斤 你知道8公斤是什麼意思嗎 8公斤就是平常我們硬舉那個最輕的那一種 而且它不是扛的 它的重心是在前面 它的重心全部在前面 右手可能要伸進去 這樣嗎 對對對 哇 哇 欸不行啊 不行啊 好是是 浮靈重心不會是這樣 你如果蹲下去 用屁股的重量起來 可以嗎 可以拿起來 對拿起來 對拿起來 不行 我拿的年輕巧就差不多 都會個屌 我覺得光它拿起來就很重了耶 對 根本不可能砍東西 好 它裡面那個照片 還用砍人什麼的 還有那個單手的笑容 對還用單手很可憐 你砸人吧 欸 10公斤啊 這真的有用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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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喔 不要傷到 不要 15天喔 天 然後用屁股的力量起來 不行 好痛 可是平常20公斤我們都在扛 為什麼10公斤拿不起來 20公斤是在你身上的 如果是 如果是這樣子我就可以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 都在你身上 這真的會輕易 可是好玩耶 好玩 我們逛完剛剛那兩廳了 刀劍庫跟寶物庫 對 因為裡面不能拍攝 然後我大致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一些文物的展覽 但是 有一點點小 會嗎 你會覺得嗎 就不大啦 不多 中小型的展覽 因為要花一點點票錢 看你們覺得會不會值得 一個人是一千塊 八百 喔八百 如果兩個管都看的話是八百 嗯 就還行 我覺得可以啦 因為他最後可以體驗那個刀子啊 然後裡面 可以拿舉薦的那個 而且裡面有一些 譬如說佛經 所以是真的看得懂中文 你就算看不懂日文 你看得懂中文也是可以 對也是可以看的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本店 本店超漂亮 我已經看到了 沒有前面 很有view耶 沒有我現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是禮拜一 不是平日 平日就是平日 阿熱田神宮又不是環球影響 為什麼神宮人也這麼多 這樣的人算多嗎 不是就是神會沒事 我不知道耶算了 因為我在台灣 我也很少去什麼宮廟類 平日宮廟會有人嘛 我也平常宮廟沒有人耶 是不是要來抽個 都已經可以抽了 又要買御守 又買御守 準備了這個 大家如果來神宮 或是廟與祈福 要投香油錢的時候 可以準備一個五元的硬幣 因為在日文裡面 五元跟緣分的緣是同一個寫音 然後聽說這樣子 就是可以跟神明結個緣 本店這邊畢竟是神明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嘻嘻哈哈的 但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向都不嘻嘻哈 我們認真嚴肅 我等一下就稍微拍一些畫面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不做口舌介紹了這樣 OK 熱河神社結束了 熱河神社結束了 不是熱田 好的熱田神社結束了 我要被神明殺死了 接著下來我們要去大需商店街 大需商店街 但是在去商店街之前 老公你覺得推薦大家來這個站嗎 我覺得可以來啊 因為我覺得來日本 畢竟不管去哪裡 多多少少還是會跑一個神社 或是跑一個神宮吧 才會有來日本的感覺是不是 對啊 除非你都不喜歡跑 或是你宗教因素班就不要來 但我覺得來這種地方 還是可以看一下他們的文化 看一下他們的一些古物的收藏 跟一些祭拜 我是覺得還是滿有趣的 我覺得可以來的原因是 這是少數我看過 這麼多神宮神社裡面 大家真的最虔誠祭拜 每個人都守規矩 很安靜 對啦 很虔誠的一個神社 就好像真的很靈驗 其他的神社真的很觀光性質 不過我覺得其實 對就是你剛講的 其實一部分肯定也是因為 這邊觀光客比較少 民國觀光客沒那麼多 來的日本人比較多 可能辣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 這次有比較深度旅遊 那麼一咪咪咪 好吧 嘿嘿 できた 大需商店街 對就是這裡 從現在開始要一路吃吃喝喝的地方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會吃那麼會喝 我們就看吧 看有什麼有趣的 就東拍拍西拍拍吧 好 好好說 對啊 顏色機 可是最近我在台灣沒有看過啊 對啊 你要不要來試一下 你認真 我們是可以買一份啦 身為台灣人 其實很小杯啊 很小杯啦 它三四塊啦 原本我在外面看 它那個綠色 我沒有仔細看 我以為它是九層塔 結果發現是香菜 所以 你吃香菜嗎 我吃啊我吃啊 我很愛香菜所以 我吃啊 好啦 我們來試試看吧 它又給筷子 你小心點 它的Skoshi一點點的辣 還蠻辣的 你看喔 它有日本基本基礎炸雞的水準 喔 它的香菜好辣喔 說好一點點辣 你要拍一拍下去 它的胡椒是香的 它的辣椒也辣 真的辣 對啊 我們今天看到一點點汁液 它紅紅的就是辣椒粉 我真的進步了耶 我真的是跟你在一起之後 變得很會吃辣 真的 它香菜就真的沒有調味 它真的就只把香菜放在上面而已 可是如果是台灣的話 九層塔還會炸火 我不敢我相信這麼說 但我覺得有九層塔還是比較像 對啊 可是那比香菜好吃 這個比較像日式炸雞啊 就還是日式唐洋雞 對 對啊 蠻好吃的 但是我蠻好吃的 建立在它日式唐洋雞上面 不是建立在它是鹹酥雞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它跟鹹酥雞完全不一樣 它更不是鹹酥雞 它就是日式唐洋雞 日本人都是抱持著 哇我今天吃到的是台灣的鹹酥雞 但其實並不是啊 喔對啊 並不是啊 這是炸雞嗎 但它是日式鹹酥雞 就不是啊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不是 就不是啊 而且香菜 香菜超不搭欸 我第一次吃到香菜這麼生氣 對啦 香菜是不搭啦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個 不喜歡吃香菜的人的感受了 還行 就是 就是我可能給個六十 剛好過關了 而且我覺得要夠辣 我自己說是點個特辣 不然直接辣會不會 喔對 我們剛剛那個小辣其實蠻辣的 不知道是不是平日的關係 感覺沒有什麼 太讓我們驚豔的東西 對啦 你要說便宜嗎 我發現這邊的藥妝店 也沒有特別便宜到哪裡去 還不如回去我們住的地方那一袋買 東西比較多啦 其實就很像日本的那種商店街啦 剛才大阪你看過的也差不多 就如果你有去逛過大阪的商店街 跟東京的商店街 我覺得東京的跟大阪的 可能都還比這邊好逛欸 對 他們是不是這邊的地瓜很紅啊 應該是 還是我買一條我試試看 好啊 不然我終於有吃到他們的名產 好啊 什麼 什麼 雞翅啊 鰻魚啊 沒看到什麼吃 然後蝦餅 蝦餅 我心心念念的蝦餅 到現在還沒看到 不然呢 喔還有這個啊 這是最Pramian 最高級連皮可以直接吃 那還是我們吃這個 好啊 小的大的小的中的 你有要吃嗎 我要吃啊 那中的這個 中的好啊 好啊 好啊 我們現在吃嗎 好啊 好啊 軟軟的 嗯 不過因為我沒有很常吃地瓜 所以我沒個別的 但我覺得還是蠻甜的 超級甜的 對 很像已經接近蜜地瓜等級了 不過它的皮真的是可以吃的 嗯 有點可能 嗯 這邊好多人賣地瓜的喔 而且天冷其實吃地瓜的還不錯 嗯 我們已經走到大區觀音這邊了 對 逛完大區商店街的感想就是 這邊還有商店街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對 到目前為止我的感想就是 真的是可以不用買 跟我想像的差不多 你幹什麼這樣 你幹什麼這樣 不是 沒有我覺得商店街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嗯 我覺得跟我想的差不多啊 還是是因為平日的關係 真的沒什麼變開 老公今天晚上帶我們來吃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小的小便耶 這個トロクタン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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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店是老公偶然在FB上看到的 位於三井花園飯店附近的一條巷子內 我們去的時候大概是晚上七點左右 有不少上班族下班約了在那裡吃吃喝喝 店裡的料理以燒肉為主 老闆的料理方式醬料沒有在省的 如果有看動畫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口味鹹甜非常下飯 在這種地方要坐吧台才有那個風味啊 另外我發現這種居酒屋大家都是下班來聊天的 像我跟老公這種認真爬飯的反而是少數 反而在這種地方能夠放鬆的感覺 最後老闆還熱情的問我們從哪裡來 並且稱讚老公的日文說得很好 晚上回飯店吃了偶然買到的愛媛餡橘子 哇 拳頭大的橘子看過沒有 以為這種大水果一定會很粗 殊不知這是我回台灣之後最念念不忘的味道 如果可以帶水果回來 我就再買一個行李箱裝橘子了 第一天鳴鼓屋我給100分